一般人想要欣赏画作 通常会到画廊或是艺文中心 不过在淡水有一家美法沙龙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展出不同的艺术作品 让客人和美法师置身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当中 灯光美气氛家的美法沙龙 沿着一大排的窗户 还能看到色彩缤纷的油画作品 原来这一间美法沙龙当初规划的时候 特别设计了展示空间 不定期的邀请创作家来这里展示作品 我们的空间里面其实做了很多画柜 或是弹性的设计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他的东西来这边跟人家分享 那其实我们形式不拘 艺术品是具体的艺术品 那画也是一种形式 创作形式 那我们有做过就是 甚至我们另外一家店有做过衣服 照片 我们甚至展示过手作达人的手工照 就是所有的形式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仅客人来到店里消费有不同的感受 连每天在这里工作的设计师都觉得相当的享受 在这边上班让我感觉到我们公司很用心 因为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展 让我们在设计师里面会有更多的灵感 跟创作的一个动员 像我最喜欢这幅画 因为这幅画的感觉让我感觉到 就好像真的那个风声是真的在动的 而不是只是一幅画而已 它是有生命的 就跟我们发型创作是一样的 这次店里展出以环游世界为主题的有画作品 让消费者来到店里打理造型之余 还能透过画作一次走访荷兰、澳洲、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国家 天外天新闻沈正宏林瑾瑜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